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财政部通常每年都会播出一笔款项 用来宣传政府的政策 还有政绩 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就揭露 在2020年到2022年期间 前朝政府用在宣传上的花费 高达7亿令吉 九州部邮定政府 在一年五个月里头 就花费了5亿令吉 至于沙比里执政时期 那政府当时是预留了 两亿令吉的拨款 但是这笔钱 到团结政府执政的时候 还有剩 对于沐流定政府 花了5亿令吉的宣传费用 安华说这是过度的开销 已经违反了规则跟治理 对此安华说 他已经指示财政部 把宣传开支限制在1亿令吉 在2020年到2022年 然后再加热 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问答环节中 批评前朝政府 花在宣传方面的开销太高了 尤其是在慕尤丁执政时期 但同团党因迪拉马哥打国会议员 塞福丁则反击 只这是因为慕尤丁政府 正值新冠疫情期间 因此进行疫情宣导是有必要的 虽然安华不否认 有部分资金是用在宣导防疫资讯 但他重申 根据政府的开销记录显示 这一笔巨额资金的绝大部分 是用在宣传慕尤丁客人 安华强调 政府今年没有发放新的拨款 而是使用前首相沙比利 施政期间所签批的拨款余额 作为宣传畅明政府和首相的表现 作为宣传畅明政府和首相沙比资金的拨款余额 作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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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宣传